小便疼痛是女性常见的一种疾病 这种疾病发生的原因有很多 那么要一一分类 女性最常见的引起尿痛的原因是密尿系感染 在医院做一个尿常规就可以做出很好的诊断 另外还有一些我们称之为无菌性的尿痛 比如说膀胱过度活动症 肩质性膀胱炎 膀胱疼痛综合症 以及密尿系结石 具体怎么去治疗 需要在临床上进一步的确诊 对症治疗对因治疗就可以了 尿痛是女性常见的一种疾病 如果是短期的疼痛 发生时间不长 可以尝试性的去吃一些抗生素 我们一般可以吃一些头包类的抗生素 或者奎诺酮类的抗生素 如果吃完药以后 疼痛又缓解 那么一般来说可以坚持再吃两三天 这样可以做一个初步的治疗 如果吃完药以后疼痛不缓解 就应该及时去就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